前两天我的一个学员朋友问我 什么叫行翼拳的翻浪径 您见过海浪把船掀翻吗 我们拿着脸盆泼水就没有这个效果 翻浪径其实特别好理解 两个例子 一个是我们拿着脸盆泼水 那绝对不叫翻浪径 它没有伤害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海浪 涌起了海浪把小船掀翻 首先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海浪的图形 大家会发现海浪都是空线的 绝对不是直线的 但大家现在练行翼拳 大部分都是 直直往前打 直直往前打 很多的视频都讲过 你直直向前打 对方顶住了 你是打不出去的 这两个劲是互相顶着的 对吧 它绝对不是海浪 而且有的人说 我往前汤步 我屎上体重了呀 我感觉我这往前脉步 屎上体重了呀 你屎上啥体重了 你还是直着往前捅 对方有一个人顶住你 你往前 你往前 你怎么往前 你顶着你自己都往后退 所以这种直挺挺的 往前的打批拳 它也没有翻浪径呀 另外呢 就有一些朋友去解析 翻浪径是一个呼线 它是怎么做呢 看我做示范 手上的呼线 那手上的呼线有用吗 当对方挡住之后 你手上的呼线 对方顶住你 压根就出不来 为什么 你手太 你手才多重啊 这个胳膊能有六七斤吗 你用六七斤的一个东西 就想把对方掀翻 那是不可能的 这就好比我们拿着个脸盆泼水 你能泼水一身 但是你伤害不了它 真正的翻浪径是啥 真正的翻浪径是从批拳开始 你用调动机 你的体重来啊 用你的体重去 像海浪一样去破坏对方 这个时候 对方在撑住之后 就像海浪一样 它是很沉重的 你体重一下就能把对方发放出去 那一个人的身体 最轻也得六十公斤吧 对吧 你把身体抛起来 打击对方 这种体重的力量 是不是就像海浪一样 劲儿都是从底下涌起来的 这才能破坏对方的重心呀 就是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科普的事情 不出意外的话 在几年以后 还有很多人依然是按照这种 没有身法的方法去练拳 你怎么才能把东西练对 调动起你的体重来 像我们的课程都叫颠覆性的混元装 颠覆性的三体式 你得首先理念上对呀